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每周一到周的晚上8点钟 已经跟大家说了49个有关于台湾古早记忆的主题的故事 今天播出第50集 我们要来说一个发生在90年前的一场热闹的嘉年华会 就是使政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简称台湾博览会 这是1935年日本统治台湾40周年的时候 在10月10号到11月28号 在台湾各地所举办的博览会 这也是台湾有史以来第四举办全岛大型博览会 我们特别邀请到最适合来讲这个主题的来宾 南投故事馆的馆长梁世忠老师 待会就请他来分享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青 今天又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主题 让我们把时空拉回到1935年 当时是日本统治台湾40周年 台湾总督府为了要呈现治理台湾的政绩 决定举办一场大型的博览会 名字就定为 使政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简称台湾博览会 用来向国内外宣传殖民台湾的成果 当然在一般台湾民众的眼中 也不失为是一种观摩新奇事物的热闹嘉年华会 那到底这场博览会有多盛大呢 我们欢迎今天特别来宾 为大家好好来转播 欢迎南投故事馆的馆长梁志忠老师 韦青好 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嘿老师 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办过各种的博览会 不过呢 我们在回顾90年前的日治时期 也就是1935年的时候 台湾也举办过一个全球久目 声势浩大的使政40周年 纪念台湾博览会 对不对 那请问老师 这个博览会当年到底有多盛大 这个是如果以我现在看来 他们参观的人数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打破 真的哦 因为他整个是全台总动员 对对对对 那包括日本那边的人也会过来参观 是是是是 还有大陆的 还有他那时候知名的地方 韩国啊很多啦 反正他就是为了要展示知名台湾40年的一个成果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然后他那个1935年的一个台湾博览会 他的主场就是在工会堂 老师因为他这个格局非常大 然后包含了什么西山县 从北门到脚南门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是在包括什么中山堂 类似现在台北西门町那边是不是 对对因为他结合了西山县的道路嘛 还有西门市场啊为第一展场嘛 那因为他的格局规模很大 哦 还有红楼的西门市场整个的周边 是是是 这个场地相当富有这个城市展场的一个规模 哇塞 结合街道商圈整个呈现出一个很大的格局 他这个活动从10月10号展到11月28号 从前后总共50天 这么长哦 哇哈哈哈哈 结果是去参观的人对吗 差不多有335万人去参观 哇 差不多占当时全岛总人口数600万人口的一个六成 一般以上都去参观过 是耶那这样子听起来很吓人耶 是啊 哇规模超大的 哎老师可是就我所知呢 日本殖民台湾50年哦 他们那时候是办过两次很盛大的布兰会 那第一场是在1916年 第二场就是1935年 那老师为什么日本执政40周年这场特别重要 最主要是展示哦 这个日本殖民台湾40年哦 台湾岛内的一个产业 经济教育文化 公共卫生 医疗保健 都市建设以及军事等市政的一个危机嘛 然后借着这个活动 再继续搜罗岛内各地相关的资料 然后供应台湾未来发展或是成为南进政策的一个参考 那尤其是你现在看台湾台湾其实它是一个南进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踏脚板 没错 所以它建设台湾等于是其实也是为了它要南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它建设台湾也是会有这个基础的话 那它要南进台湾的话 它还会有本钱嘛 就像老师说的 史政40周年纪念博览会基本上确实是日本总督府为了宣扬殖民台湾的成果 那也是特地向欧美各国炫耀的一个成绩发表会 那这个部分请老师再多说一点 当时日本宣传的内容跟展示的成果有哪些 这里围起两个月的一个博览会 除了陈列富有异国情调的特有商品之外 同时也传达现代化的一个比较新的观念 那尤其是你现在看 这是博览会主要的掌管建筑物有41栋 41栋 这是全台湾是不是 没有来 还是对 主要是第一会场跟第二会场 还有一个分场 还有一个草山 中间是市的所在 但是当时配合的也是蛮多的地方 不是只有在台北 是 我待会介绍不要紧 所以建筑物就有41栋 然后会场的总面积达到4万几倍 很大 很大 然后展出的物件超过30万以上 然后吸引海内外差不多335万人来参观 虽然说博人会是一个 殖民者特殊的一个产物 但却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我们当时呢 他还有我这次我有带很多资料来 这些都是 都是为了只剩40多年博览会所带来的资料 老师你这些是博览会那时候印的各种文宣品 对对包括他有博览会的一个案内 博览会的什么 案内就是地图 还有那个鸟看图 还有台湾博览会制 会制就是这三本 就是会制 这三份 老师你可以随便拿一本 我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 台湾博览会这个史证40周年纪念 所以里面 这个里面是 好多图片 有彩色也有黑白的 可是里面都日文 所以这个是整个博览会的一些 有点类似导览的 当然所测很多 是老师你继续 我边看边敬呼好了 你继续说 绘制的还有 我就是带来蛮多 除了那一本之外对 这里还有一本另外一本 老师这本书怎么感觉上像是非卖品 这个好像是人家自己印的 这三本是复制的 难怪难怪 我就想说这个 这边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是原版的 是原版的 这还留一本 要小心一点 是是是 天呐 这个展馆是在台湾吗 这全部都是台湾 对都是台湾 全部都是台湾 所以是541桶 天呐好漂亮喔 台湾博览会画铁 对不对 这个建筑充满了异国风情 太漂亮了 有啊有很多馆 像你现在有看到的话 像浦县馆 交通特色馆 营业馆 产业馆 满洲馆 家庭文化馆 日本自铁馆 山景馆 潮仙馆 福岗馆 很多啦 我等一下会跟你介绍 他有分了三个场地嘛 是是 还有早上就是杏鸣山嘛 哇所以这次老师带来的这些珍贵资料 就是博览会各种的文宣品 包括邀请书明信片 刚还有看到 折叶小册子纪念油脱还有各种专书跟地图的史料 全部都是史证40周年当时的一些周边的一些文宣品 这些东西都是作为研究日志时期台湾产业经济的很重要的史料之一 对啊 我也有带什么呢 带那个纪念章 纪念章 这纪念章是关钱去买的 这个是要有捐钱 关五块啦 老师刚刚你有说五元要乘以四千是不是 四千啦 所以等于是多少两万 要捐两万才能得到一个纪念货 所以这纪念章是两万块 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个纪念章 是家属里面有人去捐吗 我家属里出两个了 头上的名册里面 名堂也有的 这个册子我等一下会再来好好来问一下老师 那这个是太精彩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我们的老台湾 听梁老师介绍史证40周年纪念博览会的故事 这纪念章是这样 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欢迎回来我们的老台湾 我是韦欣 今天带大家来回忆的是发生在90年前 台湾的一场堪称百年难得一见的嘉年华会 史证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今天的超级来宾就是最会说故事的南投故事馆的馆长 梁老师你好 韦欣好 老师你刚刚跟我炫耀一本书 你说这本书非常有趣 这是什么书 请老师介绍 博览会举办的期间 他会有很多的导览的售册 包括旅行案内图 对对对对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 其中有一本是《行乐台湾》 《行乐台湾》 这本历内容是什么 完全是为了配合来台湾出的日本人 或是我们本地的人 但是也是都会上层阶级的 难道是观光手册吗 前面是观光手册 然后后面就是花街 那些包括议计馆 酒店 类似什么酒店 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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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女服务生 一个名册 还有所有的旅馆全部都有 是是是 那那个医记呢 他从北到南他们都有列出来 像这个台北简翻明花集 台北这边都有列出来 台北还有台中台南高雄 全部都有列出来 天啊 包括他的 该不会也有医记的照片吗 有啊照片都有 天啊 照片都有 这么详细 老师100年前他们的概念就已经很新了 对啊 而且他不是只有照片而已 他连那个他本名叫什么名字 然后现在艺名叫什么名字 他年龄几岁 他年龄几岁 他年龄几岁在哪里 譬如说他是住在和歌山 熊本 福冈 你这个都列进去 还有他比较 他的专长 譬如说他是琵琶 他是泳 就是跳舞 是 还是三位县 然后他现在在哪里服务 譬如说他这边有些梅乌夫 还是永乐 还是什么松竹啊 清喜乐啊 还是吉乌啊 鱼 还是什么浪月 反正你在哪一间 这边都有列出来 甚至于还有电话 是 老师这些异迹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大部分是日本人 那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台湾 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口还蛮多的哦 所以他们这些人是在台湾生活 这样是不是 对 因为台湾有很多日本人过来嘛 是是是 从事的行业都是比较高的行业 是是是是 薪金的薪水比较高 好 那来的时候也需要 因为他没有西家带券过来 有的啊 单身过来 所以就有需要这些人来为他们服务 是 老师介绍的这个手册 真的是非常特别 也很精彩 我们先卖一个官司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继续介绍 那我先继续问老师 我们知道这个使政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是台湾的总督府为了要展现 治理台湾的政绩的一场展示秀嘛 那请问老师 当时是由谁担任博览会的总裁呢 那台湾从北到南 要呈现出来的面向又是什么 那个当时 台湾总督就中川建厂嘛 是 担任博览会的总裁 OK 然后总部长官就出任执行长嘛 执行策划的一个会长 因为他要召集我们台湾全岛的人来捐钱 所以他要当会长 为了要捐钱 然后超过2700位帝国 就是日本駐台各机关关联统合各家下组织 然后要超过2700多位 然后投入4万名不知心的工作人员 几万年都没担任聘费 为了要共同学办台湾博览会 是都是义工 那都没联系自己的志工而已 然后除了将主战场设在台北之外 然后也依照了当时的封土民情 然后分别在台湾各区设置专属的会场 像基隆的话 那就是海生水族馆嘛 那台中的话就是山岳馆 我这是有带山岳馆的资料喔 山岳馆 山岳馆 因为台中就是因为靠近南头 山很多啊 玉山啊 新高山很多 那还有就是台南的话就是历史文路纪念馆 高雄的话就是介绍西子湾海水驿厂的观光光 那还有东部的话就是台东与花园这两个地方 那安排为原住民乡土文路馆 可以说将台湾从南到北 由东到西的优点特色意义的呈现出来 刚刚老师介绍一个有趣的事情 因为当时的主办单位可以说很用心 因为他们是依据产业跟地域的不同 比方说像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台南就是历史馆嘛 然后什么基隆是这个水族馆 然后呢高雄就是西子湾 其实都很符合台湾在地的一些地域性的特色 是那一方面呢也对外展示出日本帝国制台后的全面性的成效 请问一下老师当时的主题馆有哪些 因为老师有带一些周边的一些文宣品 哇那个主题馆造型 这是非常的奇特 很气派喔 对对很气派好特别喔 我连那个当时的会页书 是是是没有错没有错 都带来了 这是之前老师有介绍会页书 也有那个明星片 有彩色也有黑白 对对对对 那我介绍一下喔 是是主题馆的部分 那个主题馆的部分 第一会场 他分第一会场 第二会场 还有大道城分场 以及草商分馆 那第一会场的话 就有工会堂 辅信馆 交通特色馆 林业馆 产业馆 满洲馆 家庭文化馆 台中案内所 新竹案内所 还有铁道案内所 日本自铁馆 山景馆 朝鲜馆 福岗馆 还有矿商馆 唐业馆 还有台湾博览会的事务局 都设在第一会场 那还有呢 第二会场面积更大 第二会场的话 有银兵馆 水族馆 专卖馆 电器馆 交通土木馆 第一文化设施馆 还有第二文化设施馆 还有音乐堂 音乐堂 还有国防馆 船舶馆 特许馆 硬化馆 海女馆 台湾茶叶特色馆 东京馆 京都馆 奈良馆 大阪馆 艾滋馆 还有北奥道馆 还有演艺馆 食言场 还有番屋 就是原住民的馆 是是是是 旺楼 海外也有 就是福建馆 还有南洋馆 还有它旁边还有一个游乐园 游乐场 很大的游乐场 那除了这些馆子 还有国外出一个游乐园 游乐园 第三个就是大道城分场 因为大道城那边的生意人 他觉得说 我们这些钱也出不少 是 都穿你都做很大 也有那个庄庭 是 他就去给总督申请 说我们这儿让你出钱 你来我们这儿设个风管 去申请 真的也有教育的意思 因为钱他要出的 只要你出土地就好了 你出一个场地给我 是是是 所以大道城那边也有 星夜馆 演艺馆 南方馆 麻场馆 还有泰国馆 菲律宾馆 还有福昌馆 还有一个买房也在那儿 麻场是不是 买房 麻场也在那儿 这大厨庭 还有草山分馆 那边 就洋宾山嘛 对 还有一个观观观 如果日本人要来这里 摄文庄 用米草山那儿穗 哇 所以摄一个观观观 是是是是 哇 这个史证40周年的纪念博览会 真的是超盛大 完全就是一场全台嘉年华会的概念 当时可以说是轰动亚洲太平洋地区 堪称百年难的一件 就像老师说的 至今很多记录都没有办法被打破 这样子 嗯 那很特别的是老师手边呢 有当年发行的纪念版惠页书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珍贵影像 也可以看到当年许多主题馆的设计跟外貌 那下一段节目当中就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先休息一下 好 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欢迎回来我们的老台湾 我是韦青 这个节目在每周一到周的晚上八点 在城市广播网的联网频道都说定的到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南投故事馆的馆长 梁志忠老师 为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台湾90年前的一场热闹博览会 史证40周年纪念博览会 哈喽 欢迎梁老师 嗨 韦青 大家好 老师 听说为了这个博览会 台湾总督府还不惜重资在硬体设备方面 听够了新型的交通工具是吗 对 没错 那时候台北城总主管的部分 是是是 虽然说预算上的限制让总督府放弃了 本来他是要铺设轻轨 轻轨哦 那年代做设置 但是他还是有办法的 他就做别的 他就是在运输方面 他就大方的添购了新式的巴士 还有增开了日台台 台湾到日本的一个海运的航线 然后又从日本那边引进了 当年最新世代的C55型的一个蒸汽火车车 哇哈哈 以钢铁钢铁的一个客车哦 希望能够预计提升全岛的交通的一个能量 一百年前就这么进步了哦 也不错啊 是 老师我发现一点很有趣 因为这个博览会 这个展览馆当中 展示了很多关于台湾的景点嘛 那刚刚老师也有一本那个册子 就是很多地方为了要想要这个活动 纷纷盖起了观光馆 然后旅游服务中心 接待国内外的旅客 然后呢竟然因此将观光推向制度化 出现跟以往不同的观光方式 对 没错 当年这个新竹啊 台中啊 台南啊 高雄啊 还有花东 花莲港 也响应博览会这个活动 那最主要呢 他就是要盖了这个观光馆跟旅游服务中心嘛 旅游服务中心就是所谓的暗内馆 是 是 暗内馆 暗内所 暗内嘛 暗内 暗内 就是接待国内外的旅客 那内容就是要推销各个州厅 譬如说我们台中州厅的话 的一个景点 还有特产以及资源 1935年算是日志时代的一个比较后期 但是呢 这个博览会所展示的一个景点 或许和日志后期的大名的观光有关系 因为他包括我们那个火车啊 都进来了 对 还有轮船啊 还有我们台湾的铁路建设 也是那时候整个全部都连结起来 哇塞 我有带之前我上次有带我们台湾整个铁路的动线 有没有 对对对 整个好像蜘蛛网全部都连结起来了 哇 在日本时代就已经有这种建设 那这很难得 那甚至于这个在1934年呢 这半官方半民组织的日本旅行协会呢 也在台湾设立分部 然后又在台湾设立台湾旅行俱乐部和铁道部合作 结合这个铁道的乘车券 好有系统 住宿券 博览会入场券 套装的行 他们以前就有套装的行程了 好有系统哦 大力在推广这个伙览会 这真的是很难得 那时候所打下的基础 包括建设交通建设当然是最重要了 然后就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 是是是 老师这样听起来100年前办的活动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落后 没有没有 而是在日本西化的同时呢 这个殖民地台湾也同时推动很多新的一些观念 还有一些大众交通运输的一些制度 这个做法就是类似今天旅行社运作的做法 对啊对啊 那时候譬如说第一会场福岗馆跟山景馆之间 为西本县市前往有一座东洋风景浓厚的建筑 那就是朝鲜馆 朝鲜馆 就是韩国馆 是是是是 日本在这个1910年 获得殖民地朝鲜嘛 对不对 然后朝鲜总督府也是在1935年参加了台湾博览会 那朝鲜馆的建筑就是模仿朝鲜王城的一个城门 其中有各种朝鲜的工商与旅游介绍 是 并且可以看到朝鲜专卖局设立的区域 哎呦 换售的香烟 还有盐 专卖物产 哇 不过其中也可以看到朝鲜独特的人参 另一方面的朝鲜馆也聘请了十位 这个穿着韩国服装的女服务员 负责整个展场维护与销售 概念就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 对对对 然后替这个朝鲜馆添生了不少民主风情 哎 老师你有带那个货页书啊 有一些图片跟图案 就是当年的这个40周年的一些展馆的一些外形 这个是也请老师跟听众分享几个比较特别的 像那个台北站 台北火车站前面 那个迎宾楼 它是完全是用霓虹灯的 颜色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澳门吧 整个全部用霓虹灯哦 哇塞 很漂亮哦 老师这个在当年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很磨灯 然后翻开那个艾滋名古屋馆 很漂亮 这一栋箭子 如果现在留下来也是不得了 对对 我这边明星片有看到那一张 这个已经可以当做是一个历史景点了吧 这一栋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栋 它是整排的 所以这一栋也是很漂亮 对啊 还有这个国防馆 国防馆 以及第二文化设施馆 还有音乐坛 音乐坛是 音乐坛 老师我好奇的是这些馆 主题馆都是在这个博览会结束之后就把它拆掉了 现在就当然无存了 因为有的是临时搭建的 临时搭建的 外表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其实它 它或许是用木材的 木材 木材 木材盖的 有点类似现在的房舟那种什么模型屋这样 对对对 因为它 外表看起来可以 或许可以支撑个一年或是半年 但是没办法长久放在那边 毕竟它不是真的建筑 它不是孔古力 不是钢金水 哇我们看到这个老师带来的这些珍贵的一些平面资料 还有会业书 那看到很多很惨惊人的规模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那这个史证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虽然是由日本政府所主导举办 却是台湾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国际性的博览会 那在台湾的视觉传达设计史上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那除了展示台湾日本两地的物产跟建设 那在台湾民众的眼中呢 真的是一场观摩新奇事物的热闹加年华会 老师这边有什么还要补充的吗 那时候台湾士生也捐了蛮多的钱 除了花名册之外 他有一本册子上面也很特别 因为里面满满的都是捐钱的人的册册 对啊 那个我这里有一本是 史证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协战会员名册 老师这本是金主册 所有捐钱的人全部都放在这里边 其实台湾总督府举办史证40周年台湾博览会 总督府完全没有出签 完全没有补助金会 所以这个金费是从哪里来的 完全是仰赖会员赞助金的捐款 举办这个博览会 真的哦 而且这个赞助的会员它分为四个等级 是 哪四个等级 它有分为第一个就是有工的会员 有工的 还有特别的会员 再来就是赞助的会员 以及正会员 然后呢 它怎么去区别这个呢 捐款标准就是以一年收入多寡制定 一般而言哦 年收入达1500元 就可以成为正会员 那它呢 它捐款最低就是5块 你不要小看这个5元 可是当时的5元 你要把它整以4000倍 就是我们现在的2万块 行情是4000倍 所以一个人是2万块 2万块 你就是要捐2万块 我也很专门 我看这本籍里 想到有看到我们公的名字 对啊老师 就我们把名字在里面 对啊我要问 就是里面有你们长辈的名字 我想不到 现在我知道 我这东西我来说5块 家里有捐过钱 我大伯也说5块 因为我大伯是方便媒员 我来说是做保证 等于我捐10块 所以他们也是金主之一 你乘以4 等于我现在就捐4万块 也是很多钱 4万块 哇塞 再来就是说 有能力成为征会员者 多为高所得 通常也是被迫入会的 被强迫入会 是被强迫的 然后台湾人在这个 协战会员中比例非常高 总共11109位 台湾人就占了6506位 超过一半 有工的会员 哪些是有工的 包括林医雄征呢 林医雄征是台北林家 那顾献龙呢 他捐了1000块 所以总共 总会员人数是 11109位 对不对 总共捐款达到43万多块 那这样乘以4000是多少钱 是几十亿吗 还是几百亿 对啊 好 实际上算起来 这个捐款金额很惊人 十七亿多了 十七亿对不对 十七亿五千多了 所以这个 办这个博染会 所以这个全部都拿来 当做日本 包括买火车 包括建设 用在建设上面 包括收尾 所以日本政府都完全没有花到钱 完全没有 盖了41栋 他们都没有掏钱 都是会员掏钱 哇 好多好不可思议的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南投故事馆的馆长 梁志忠老师 来到节目带来这么多珍贵的资料 跟分享 谢谢老师 不客气 我是韦晴 我们的老台湾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的老台湾 是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带您深入了解台湾过去的美好